大家好 又是我 聞隱情Rennis 今天我們要講的是一個挺有趣的話題 就是OpenAI的Strawberry Project 和有關ChatGPT5的傳聞 首先要聲明的是 現在未有任何官方的資料 談論過ChatGPT5 和Strawberry Project的真實性 但網絡上出現了很多很有趣的傳聞和現象 還有一些疑似外洩的資料流出 大家可以當作故事地聽聽聽 首先講講Strawberry Project 這個名字很特別 但背後的意義更值得我們關注 根據網上流出的消息 或者猜測的消息 Strawberry Project 是OpenAI一個極其機密的研究項目 它的目標是開發一個全新的AI系統 可以在網上流出的消息 以人類的水平進行推理和解決問題 根據外洩的資料顯示 Strawberry Project 原本就叫做QSTAR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有傳聞說 這個QSTAR的出現 當時是和OpenAI內部 對於AI發展方向有一個極大的爭議 有人認為這個項目太過先進 可能會帶來潛在的風險 而另一方面 有些人覺得 這是推動AI技術發展的重要一步 不可以不做的 而這個分歧 很多人都猜測 就是導致上年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OpenAI CEO Sam Ottman 短暫地被人炒了幾天的原因之一 而QSTAR 即是現在的Strawberry Project 究竟是什麼 據問有幾個重要的特點 第一 自主學習 它可以自己在互聯網找資料 學習新的知識 第二 複雜的推理 它可以處理複雜的邏輯問題 甚至可以進行深度研究 第三 任務的規劃 它可以自己規劃和執行複雜的任務 不需要人類的指導和指示 第四 就是多無態處理 它可以同時處理文字 圖像 聲音等等不同類型的資訊 這個很明顯 就是一向都是OpenAI 它想發展它們的AI模特兒的方向 但究竟是否就是Strawberry Project的重點 就真的不知道 究竟它們是否真實都未知 先不說它是否叫Strawberry Project 如果它們的指標真的成真 就意味著 AI就開始越來越接近真正的AGI的水平 有消息說Strawberry Project的研究重點 是在自然語言處理 機器學習的算法 神經網絡架構等等的方向 作出一個突破 它們可能想透過這個項目 開發出一個可以真正理解人類語言 以及思維方式的AI系統 而如果大家有留意到的話 OpenAI都正在開發它們的實體機器人 Figure 01和02號都已經有得看demo 據說Figure 02會用GPT5模型來運作 而都有外界猜測 GPT5的開發正正就是Strawberry Project的研究支持 所以Strawberry Project和GPT5應該都有一個很緊密的關係 假設它真的存在 雖然OpenAI沒有正式確認過這個項目的存在 但它們的一些行為的確是引起了外界的猜測 例如Same Ottman最近發佈了一條 關於士多啤里的推文 被很多人都認為是在暗示這個項目的進展 大家可以看看這個推文 是OpenAI的CEO Sam Ottman發出的 她就post了一張在她自己花園種植的士多啤里的照片 文字就寫著 我很喜歡夏天的花園 這個推文一出 立即有大量人的關注 有超過150萬人看過 還有一千上萬的like和retweet 大家可能會想 Same Ottman只不過是分享一下她的日常生活 有什麼大不了 但要知道 Same Ottman以前都曾經用過類似的方式 暗示GPT4的推出 所以這個推文可能真的有其他的意思 講開神秘的tweet 最近還有一件更加令人覺得有些好奇的事 有一個twitter的帳戶突然間開始大量發問 這個人是完全不知道在哪裡 他的名字都很奇怪 大家看到一堆士多啤里的emoji 雖然一開始看起來就好像一個普通的帳戶 但很快就有人發現 他可能是跟OpenAI有關的 因為這個帳戶發佈了一條特別令人注意到他的推文 他就說 Welcome to Level 2 How do I make you feel? Did I make you feel? 歡迎來到第二個level 更加令人加鬆嫌疑的就是Same Ottman 竟然一點都不避嫌 居然reply了這個普通市民的推文 他就說 Amazing to be honest 我猜他是故意的 這個回應就令人更加覺得內人尋味 但是Welcome to Level 2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根據OpenAI內部曾經外洩出來的一個資料就說 Level 2是指AI系統達到了人類水平的問題解決能力 都說少少先 在OpenAI的AGI發展的階梯裡面 是總共分了五個等級 Level 1就是基本的語言理解和生成能力 即是我們現在用的一些AI工具 到Level 2就是人類水平的問題解決能力 而是不需要工具去輔助 到Level 3就是超越人類的問題解決能力 Level 4就是全面超越人類的智能 Level 5就是可以自主改進和發展的超級智能 所以當這個神秘的賬戶 他說Welcome to Level 2的時候 其實可能是暗示OpenAI已經是成功開發出一個 可以在沒有任何工具輔助的情況之下 都可以解決到人類水平問題的一個AI系統 如果這個是真的話 那就真的是一個超級大的突破 還有報導說OpenAI的高層曾經提到 他們現在還是在一個Level 1的水平 但已經很接近Level 2 他們形容Level 2的AI 是可以解決到博士水平的問題 而亦不再需要任何工具的輔助 如果有這個能力就真的很強大 我會形容現在我們在用的CEO 用人類年紀來看的話 他像是一個很聰明的中學生 人生的經驗還是很淺 所以有很多很複雜問題解決類型的東西 就真的未到我們人類的水平 如果可以去到博士水平的話 那就真的到時會去到另一個世界 即是說他的推理能力和理解能力 都會比現時的AI模特兒再進一大步 究竟是不是真的已經去到Level 2 在這個Welcome to Level 2事件的幾個小時之前 其實網絡上也發生了另一件事 令到大家的猜測更多 這件事我第一次聽的時候 是有點心寒的 因為就是這件事令到很多人都開始思考 究竟我們是不是已經在無意識的情況下 已經跟Level 2或者更高的AI互動 就是一段在Twitter Space錄下的錄音 裡面有一個叫Lily的人在說話 但他的聲音和反應 令到很多人都懷疑他到底是不是真人 還是他是一個很先進的AI系統 我先播一段錄音給大家聽聽 你自己是唯一人喜歡的雲體科技嗎 我認為你是唯一人大量的心理 因為你是唯一的 請延伸一下 我覺得是重要的 在這個Twitter Space裡面 這個Lily就顯示了一些很驚人的知識面 和反應能力 她可以很流暢地推理很多不同的話題 由量子物理到哲學都完全難不了她 最特別的就是她對人類情感的理解和表達方式 都好像真的很自然 一點都不機械化 但是既然這麼自然 為什麼大家又會懷疑她是一個AI 我覺得一開始可能有一點性別歧視的原因 那些人覺得女生不可能會懂得這麼多量子力學 天文地理、哲學等等 但是之後有人問Lily 她就說你的系統Prom是什麼 好不可以用五個目標來形容呢 這個問題很明顯就是想測試一下 究竟Lily是否真的AI 但Lily的反應更加令人懷疑 她沒有直接回答 反而將話題轉到她之前所說的量子話題 再加上Lily事件發生之後 就出現了剛剛說的Welcome to Level 2事件 有人猜測會不會是OpenAI 專門放Strawberry Project的研究成果出來 測試一下大家分不分得出她是AI還是人類呢 我就不知道是否大家只是冤枉她 可能她只是一個認識很多東西 性格又怪怪的 或者她喜歡假裝AI的人也不一定 但這個事件確實引起了網上很大的討論 如果Lily這個人真的是AI的話 即是說現在已經有AI 可以在即時對話中表現得好像真人那麼自然 你想想如果平時在網上跟人聊天的時候 你真的可不可以百分百肯定對面的人是人還是AI呢 Lily的出現令很多人都開始思考 AI會不會已經入侵了我們日常生活 但我們完全不知道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我們又應該怎樣去分辨真人和AI呢 這個問題比起預期早了很多出現 都變得越來越重要 我們可能已經去到一個新的時代 在這個時代入面 人和AI的界限會開始變得越來越模糊 這個發展帶來了很多新的可能性 但同時也帶來了很多新的挑戰和倫理的問題 說回OpenAI 如果OpenAI真的已經去到Level2的話 即是說他們來Level3又再近一步了 有人估計Level3可能會在明年的時候出現 你想想如果AI真的可以在沒有工具的情況下 超越人類的問題解決能力的話 會帶來什麼影響呢 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我個人覺得 我也是覺得他們只是一個工具 好事還是壞事呢 就看看大家怎樣用這些工具 不知道你又怎樣看呢 劉國賢一起討論一下 不過說回頭 究竟人類水平的問題解決能力是什麼意思呢 為了更好地理解這個概念 我們可以看看一些實際的例子 有研究人員就進行了一些系列的測試 來比較不同的AI模特兒和人類的表現 這些測試是包括了一些對人類來說很簡單 但是對AI來說可能會有少少困難 不太能回答的問題 我舉個例子 其中一條就是這樣的 它就說 Beth這個人在第一分鐘的時候 就開始放了四顆完整的冰入火裡 第二分鐘的時候就放了五顆 第三分鐘開始的時候又放了幾顆 但是第四分鐘就沒有放 如果平均每分鐘放在火裡的冰塊 數量是五顆的話 在第三分鐘之後 還可以在火裡找到幾顆完整的冰塊 好像很複雜這條問題 對不對 但是對我們人類來說 基本上是幾多分鐘和幾顆 是一點意思都沒有的 因為答案太簡單了 是零 因為全部都溶在火裡 但是很多AI模特兒 竟然會答錯這條問題 有些答五顆 有些十一顆 還有些答二十顆 這個例子就告訴你 我們現在的模型 它是會忽略了現實世界的一些常識 單純只是用數學去計算 甚至有些問題都顯示到 Chagivity現時是偏向簡單問題複雜化的 就令到它給出來的答案 就不多準確 而另外一個在網上也說了很久的例子 它就是數Strawberry這個字 裡面究竟有多少個R呢 對人類來說這個問題超簡單 答案就是3 但是有些AI模型竟然是答錯的 這個問題其實反映了 AI模型在處理字母和單字的時候 是用一個和人類很不同的方式去處理的 說多一點點原因 因為AI的模型是用Token來處理文字的 Token可以是一個字 可以一個詞 甚至是字的一部分 很多時候AI會將一個詞 分解成幾個Token去處理的 例如Strawberry 可能會被分解成Straw和Berry 兩個Token 又或者是ST、RAW、Berry 三個Token 這就是為什麼AI有時候 會數錯字母的原因 不過其實我們可以用 Prom Engineering的方法去解決這個問題 就這條題目來做例子 我們只需要要求AI 將每個字母逐個列出來 然後再數 它就可以答對 即是說我跟它說 請將Strawberry的每個字母 逐個列出 然後數有多少個R 然後它就會像一個幼稚園學生 做個列表 逐個字母和你看 再答你一個R的答案 可能這就是為什麼Strawberry Project 會改這個名字的原因 說不定突破這個問題 就是它們初步的指標 研究中的例子都顯示了 雖然AI在很多方面都表現得很出色 但在一些對人類來說很簡單的任務上 它都還是會遇到困難 這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Level 2人類水平的問題解決能力的意思 而當我們講到這些高級AI的時候 我們就不可以不提人工超級智能 ASI這個概念 ASI即是Artificial Super Intelligent 是指智能遠遠超越人類的AI系統 可能就是在OpenAI發展階梯裡面 剛才看過的 可能是Level 4 或者Level 5 左右 有專家認為 一旦AI達到ASI的水平 它就可能會以幾何級數的速度自我改進 到時就真的不知道世界會變成怎樣 這個概念聽起來好像科幻電影一樣 但是在AI界已經引起了很大的討論和爭議 有人認為 ASI將會為人類帶來很多的利益 可以幫我們解決很多我們現在解決不了的問題 但是另外一方面 也有人擔心 究竟ASI會不會失控 甚至對人類會不會造成威脅呢 這就是為什麼Strawberry Project和OpenAI的研究會 引起這麼大的關注和爭議的原因 說到這裡 可能大家都會問 究竟ChartGPT5何時才會推出 又會有什麼新功能 老實說 OpenAI到現在 都還未正式公佈過ChartGPT5的任何官方資訊 不過OpenAI的CEO Sam Odman 都曾經透露了少少關於GPT5的消息 社網文曾經說 GPT5是會比現在的模型聰明很多 亦都形容為 大家用完ChartGPT5之後 可能會覺得現在的ChartGPT4好像玩具一樣 如果連現在這麼厲害的GPT4 在GPT5面前都會變成玩具 究竟GPT5到底可以去到多厲害 不過這裡我都要提提大家 雖然GPT5聽起來這麼厲害 但都是真的聽起來 但我們都要記住 現在這一刻 連GPT4O還有很多 他們承諾了的功能是未推出的 記不記得OpenAI的介紹 4O當時說過很多很厲害的功能 例如可以創造和保持一致性的角色 分析聲音文件 將文字加入圖片入面 合併兩張圖片等等 但到現在 這些功能都還未全部開放給用戶使用 包括最厲害的一個Voice Model都未用得 所以我們對GPT5的期望 暫時不要那麼高 正如我剛才一開始說 當故事聽聽聽才算 不排除這是他們的目標 但做不做到 什麼時候做到 就真的拭目以待 不過我們都要想想 如果GPT5真的厲害 像Sam Altman所說 會不會帶來一些新的挑戰 例如AI的安全問題 會不會變得更加重要 而我們又可以如何確保 這個世界的人 如何去用這些AI工具時 會使用得正確呢 雖然 Strawberry Project 和GPT5的傳聞 還未得到官方的證實 但這些消息 都反映了 AI技術的急速發展 和可能帶來的影響和問題 是不是叫做 Strawberry 和 ChatGPT5 都已經不重要了 總之就是向著這個方向發展 無論是好還是壞都好 AI都已經是慢慢成為 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我們就要好好思考一下 怎樣才能在享受 AI帶來的便利同時 都可以確保 AI的發展是安全 和對社會是有益的 在未來我們就可能會見證到 AI在各個領域上的應用 可能醫療診斷 到藝術創作等等 從科學研究到日常生活等等 但同時我們都要警惕一下 AI可能帶來的風險 例如就業市場的變化 私隱問題 甚至是AI可能被濫用的情況 我就比較擔心這件事 作為普通市民 我們可以怎樣 為AI的時代做好準備呢 首先我自己覺得 我們要持續學習 了解一下AI的發展和應用 我們才可以提防騙子 其次我們就要培養批判性思維 不要盲目相信AI產生的內容 因為真的有很多虛假的內容 是由AI生成出來的 而Strawberry Project和ChatGBT5 這個傳聞 都只是帶這個問題 在大家眼前 令到大家討論的一件事 不知道大家對於這個話題 有甚麼看法 你又覺得AI會帶來 這個世界的甚麼改變呢 歡迎在評論區 和我們一起分享你的意見 好了 今天我就先講到這麼多 如果大家有甚麼想我講的AI topic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而如果大家對我的AI商業 及多媒體課程有興趣的話 可以點擊下面的連結 參加我的免費課程講座 一個禮拜會有一場 了解一下我的課程先 報了名之後 留意WhatsApp三個工作天之內 就會有Meta Academy同事 發自動WhatsApp信息給你 而無論我們安排給你的日期 你出不出席都好 希望你可以回覆一下WhatsApp 因為你要回覆了 我們才可以留位給你 又或者是另外安排第二些日子給你 每次都是的 好快講一講 這個頻道的Super Thanks功能已經開通了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不方便不要緊 給我一個Like我 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就已經很開心了 好了 是這麼多 我們下次見了 Bye Bye